- 天堂M 邀進改版5月31日全新上線 技能大幅相化 我們簡單看一下內容 那目前官方通的改版內容有 第一個技能出販售 就是名譽幣 300萬加300萬 第二個轉值 第三個 鑑石開放三色幣轉換 那這個轉換的東西 在韓版是只有一週 你們自己要轉的人 分身又乃至轉給本尊 移民要不要移好 你們在一週內要決定好 因為我記得韓版這個 三色幣轉換活動只有一週 第二個是我們最愛最愛的 歐靈的痕跡 簡稱第二季 然後最佳的困難模式 然後它裡面的活動道具也改變了一下 邀進回歸 這個就是一樣 它會給一些海量資源 就是改版直播的資源 官方已經有先簡單透露了一下 然後還有這個成長理 就是轉值的時候 會給一些成長的理 像這個成長藥水 你一樣可以練分身 但這一次有沒有成長護照呢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有 到時候出來之後才會知道 本這個版不消玉燈 即可獲得玉燈獎勵 5月36改版後 在商城使用300金幣購買 事前預約獎勵票券 活動就可以兌換 馬勒帕的成長支援箱活動 或者馬勒帕的補給箱活動 對應豐厚的獎勵 那如果你要練分身的話 肯定是選擇成長支援 因為補給箱應該就是給那個萬能藥啊 然後給祝福卷那些 直接讓你換的 那這個馬勒帕的成長支援箱活動 就是聚電分身人在用的 然後在本次的season pass 射擊之星簽到可獲得 馬勒帕的特別贈禮 領取gamma coupon 福時賦贏啦 所以跟我講的沒錯 通常啊 你第一個DJ到期的期限 就會是你的那個season pass 那個活動道具 打開之後可以獲得的第一個東西 所以福時是第一個點報的 第一個到期的 他就是第一個兌換回來的 剛好一週嘛 上一週24號福時結束 下一週31號福時拿回 剛好圍棋一週 所以福時跟我們預測的一樣 第一週拿回 然後後面依序就是 商城裝備 然後變身娃娃 那商城裝變身娃娃 可能就是後續的那個簽到 35日簽到依序獲得妹子 後面從第二第三週開始 就是每週獲得 到第35日的時候 就可以獲得最後一個變身的TJ卷 他這個指定天數就是指簽到 35日簽到 後面最後到從35然後28跟21 三個可以分別獲得三張 每週結算可以獲得一張 然後特殊變身 特殼娃跟特殊傷城復原卷 這個特殊代表可以自選 那特殊傷城就是代表 你可以選擇其他的 那你們剛剛有人說 力量內衣啊 可不可以換成成成長內衣啊 其實是可以的 只是不能換成黑貓 黑貓比較特殊 你只能換成金色的成長 那這部分你們自己到時候斟酌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 邀你回歸6月14日前同步開放轉職活動 代表轉職是從6月1號 5月31號嘛 改版維護後 然後一直到6月14號 兩週 圍期兩週的時間內可以轉職 代表你們不用急著在第一天 不第一時間0秒出手 你們不是打NBA 不用0.1秒逆轉 都不需要 每個帳號界可以轉職一次妖精職業 每個伺服器可以轉5位法師 好這邊講的跟我們一樣 我們台版並沒有告訴 明確跟你說 法師跟妖精可不可以互轉 就是可以轉兩次 就是 每個帳號轉 你可以先轉法師 然後再轉妖精 官方並沒有提這個東西 那我覺得理論上 照邏輯來說是不行的 為什麼不行呢 因為票券只有一張 你只能選擇一個去製作法 所以應該是不行 那如果可以的話 你們就可以運用得更靈活 你就直接轉法師 然後再轉妖精 或者你法師要洗經濟的人 你就先轉妖精 再轉法師 這是對於要洗第二經濟的法師 或第二經濟的妖精 如果可以兩個職業來回轉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什麼 原生職業 待遇不公的問題 但我個人是覺得 他用這個模擬兩可的方式 就是敘述代表 有可能是不能這樣轉 轉職應該是週三開服後的晚上6點 然後技能書販售於 5月31號到6月21號 大概將近三週 三週的時間可以花費名譽幣 就是180萬跟兩個300萬 去兌換英雄級跟傳說級技能 並且在 5月31號到27號 跟我講的一樣 一週 一週 因為函版是一週嘛 一週內的期間 你可以進行限時三色幣轉換 每個硬幣可以製作10箱 然後那個製作完的箱子 是可以存倉的 可以轉換成你要的角色 把它開起來 然後這次開放那個 之前講的 全新標速成長復本 就是所謂的白化盆地 簡稱愛比諾盆地 為常駐安全區單人復本 高經驗值 不怕搶怪 可以安心練功 地圖分為兩區 怪物強度低的沼澤 以及怪物強度高的瀑布 玩家可根據機體選擇練功區 此外使用指定道具 可進入兩種BOSS地圖 擊敗BOSS還有機率獲得三種全新的傳說變身卡 以及娃娃卡 就是所謂的白化不死鳥那些的 白化死期 白化什麼鬼東西的 白化白化 那些白化來白過去的 就是這些 白化盆地 然後裡面的經驗值是極高 其實說極高也就 就大概跟性惡性三一樣 算是很高的 重點是裡面怪不強 好那我們再往下看哦 然後本次開放的 最受歡迎的歐靈痕跡2 本次歐靈有多了5招全新技能 以及更多的獎勵評證兌換 這次啦 如果你完成困難模式的10個關卡 還可以獲得專屬稱號 歐靈專家 我跟你講這個稱號簡直是為了我而設計 但是我叫歐靈大師 我不是專家 我是比專家更高階的大師 效果是經驗值2%低G加1 就是近距離迴避B 加1R加1就是遠距離迴避B 近遠回各加1 為了讓玩家更快體驗豐富的改版內容 台版天堂炎未來將更快速的 更新韓版內容盡期待 他這邊買下了一個伏筆 就是他為什麼這次更新 我們都預測大概6月初 或6月第二週會更新 他5月31號比我們預期的還早 所以TJ的時間 卷軸越來越密集了 那這個 照台版官方的說法是 他們期待 也努力的朝韓版的去版本差賣進 我覺得同步是有點困難的啦 因為NC應該是不會讓我們這邊同步 我個人認為啦 但是可以拉到版本差一個月就很厲害了 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 本次妖精改版還有哪些內容 是我們可以額外再知道的呢 除了技能部分 技能部分這次很多技能大幅調整 之外 那技能的取得方式 我也這邊幫大家稍微整理一下 有些新技能取得方式 就是我講第一個 水牢怎麼取得 水牢是魔法商人就可以買的 然後流星啦 是血蒙商店 16萬名譽幣 有人說這個技能有點廢 可以省下16萬 那我覺得看個人啦 如果你們想要用16萬去兌換的話 一樣可以召喚 然後火之防護 就是我剛剛說的 火之防護這個技能 也是血蒙商店 16萬名譽幣可以換到 然後三重始精神 就是原本的精力隱落魔改的 他一樣是維持血蒙商店的 70萬名譽幣兌換 再來水牢精神 就是活動兌換的300萬名譽幣 精靈首領也是活動兌換的300萬名譽幣 精靈羽翼靴 精靈之靴那個子祭 取得方式就是兩個 怪物掉落跟商城鴨箱子硬尬 台幣製作 第二經濟元素之劍的取得方式就是 91等的經濟箱 或者商城製作硬尬 又或者是 短值取得 然後你們其他的妖精技能 原技有技能是改變他的取得方式的 然後第二個是妖精啦 妖精他還有一些東西是改動的 譬如說重量 妖精改版之後 其實槍手跟妖精玩起來 最大差別是重量 負重程度 槍手可以帶一大堆的那個 那個石頭 藍色的 然後還有他的子彈又很輕 妖精的精靈域跟箭矢 在改版後也把重量減半 不會那麼重 然後妖精的子祭跟紅祭 我之前有幫你們分析過 要轉什麼技能呢 妖精的子祭跟紅祭的轉換方式 這是我個人認定的順序 由左至右 就是如果你有一紅 你有一子 兩紅 兩子就是由左至右依序的地爭 你如果 只有一紅兩紅的話 然後你有其他上面 其他後面的技能 你就可以直接 跳過那技能去學別的 好這些技能你們可以稍微拍照看一下 下面是我的選擇啦 你們參考一下 目前天堂M台韓版都還沒開放經濟轉卡 至少現在經濟重複是不能轉的 你們如果有第一金的就不要再合了 再合下去你還是第一金 因為目前 韓版還沒有對 重複經濟有任何的後續動作 流星不是觸發的 流星是主動技能 那個技能是放在熱鍵 你可以下拉使用他的 每三秒還是每兩秒 可以射一次那個流星劍 他就是一個擴散的東西 一個可以讓箭矢 複數擴散出去的東西的技能 紫色的箭矢 然後他的擴散的範圍跟 廣度啊 依照你的武器 白綠藍紅紫金 然後傷害也是依照你的武器強度去做改變的 還有什麼有任何妖精想問的問題 或是妖精改版 還有什麼資訊想知道的 我可以幫你們回答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